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Q3 那这个做法系统呢 这个地方呢 比如说在原点这边呢 它这个时候有个单位向量 Q1 在这边呢 有个单位向量 Q2 所以我们知道Q1 Q2 Q3啊 在每一个位置上面啊 随时啊 都是在改变的 那我们经过这样子的设定完之后呢 我们就说 OK 那要是我们这个地方 可以画出 好像一个小方块一样 那么我们就可以设定啊 每个小方块呢 在这边的长度 比如说这段是 DL3 反正你就看看是哪一段 比如说这段是DL1 那这个高呢 当然就是什么 DL3 OK 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啊 这个DL1 DL2 DL3呢 是实际上的长度 实际上在空间当中 画出来一个长度 所以这个长度 只是很小而已 所以我们给它个D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 我们的设定方式就是说 OK 在我们这个Q1 Q2 Q3的坐标系统下面 我们呢 会有一小段长度 每一个长度呢 一定是跟你的坐标系统 一点点小变量 有关系 对不对 那最容易看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假设我们一个机坐标 比如说 你原本呢 在这个位置 现在呢 你走走走走走 走到了这个地方过来 那这一段呢 就是你所在空间当中 真正画过去的长度 假设这个地方是Z打 那么你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这边是Z打 那DL跟Z打是什么 是坐标啊 对不对 那坐标你变动一点点 那实际上空间画过去多少呢 Depends on你这个长度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地方 这个例子嘛 那就告诉我们 DL跟Z打当中啊 一定要有个长数 某一个长数 叫做H 我们知道 这边还用看 这边就是R嘛 但是在一个general坐标里面 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就给它H1 H2 H3 对不对 好 那么在这种 设定下面呢 我们很快啦 就会有 所有的东西 就可以开始出来 在空间当中 要是有一个小的长度 我们上次是用A还是B 有个小的向量 变动一点点 我们是用A是吧 好吧 随便 好 我又忘了是用什么东西 那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它一定会是怎么样 比如说 它的一个小变量是这样 那么它一定是什么 DL1 DQ1 理论上呢 它应该是Q1 对不对 在DL2 Q2 DL3 Q3 一定是这个样子嘛 所以你摆进去 它就等于H1 DQ1 Q1 H2 DQ2 Q2 H3 DQ3 Q3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 这是一个小段的向量 或者是你从体积上面来看 体积是什么 管理是什么样 当我这个长度都说到很小很小很小 很小的时候 好像一个方块 纵使有点变形 你也看不出来 再缩小再缩小 你也看不出来 好像我们现在的影印的列表机啊 越来越细 对不对 当你画一条曲线 你看得到旁边是锯齿状了吗 你看不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把它看作是方形的 方形就长层宽层高嘛 所以呢 我们就得拿H1 H2 H3 DQ1 DQ2 DQ3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上一次啊 教给我们大家的一些概念 然后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啊 我看看 这样子好 我把这个抄在上面 抄在上面 因为我打算用一个黑板就把它弄完了 所以它等于H1 DQ1 OK 那体积呢 就等于DL1 DL2 DL3 所以就等于H1 H2 H3 DQ1 DQ2 DQ3 OK 到目前为止 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呢 都非常的直觉 跟我们在小学上所学到的东西 没什么差别 只是多一个这个D而已 对不对 看起来比较复杂一点 但事实上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OK 那我们现在只是把它apply 在不同的系统上面 我们来看看 对于一个直角坐标系统 我们是X Y Z 所以我们是X Y Z 来表示它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 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H1 H2 H3 比如说Q1会是什么 Q1 就是X Q2 就是Y Q3 就代表Z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H1 H2 H3 通通都等于1 对不对 因为呢 DX 事实上就是DX 乘上1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 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们从这边马上就可以知道 所以呢 我们一个DR呢 DA呢 就会等于怎么样 它在X上面的一点点小变量 增上X DY Y DZ Z OK 最后体积呢 一定是DX DY DZ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OK 我们请大家把它记起来 好 对一个柱坐标而已 我们发觉 我们发觉 坐标你要描述它在空间当中的某一个点呢 我们要描述它 我们需要什么 第一个 它跟圆轴心的距离 所以相当于我们画下来 画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跟轴心的距离 所以呢 这个轴心的距离是Row 那么它的任何一个小变量呢 我画在这边好了 这边就是D Row 对不对 另外一个呢 是它的高度啊 它这个高度是明确的高度啊 所以呢 它这个高度呢 DZ 另外一个呢 这边是 角度是Five 所以这个地方呢 会有个什么 D5 所以我们用什么来描述它 Row Five Z来描述它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看看任何一个地方 小变量有什么 Row呢 假设沿着Row方向增加一小段 增加一小段 那事实上就只是增加Row的长度而已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假设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线段叫做DL1 DL1就是Row的话 那也就是说 我们把它这样看成 Q1 就是Row Q2 就是Five 写上面一点 Q1 就是Row Q2 就是Five Q3 就是Z 假设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这边 变动一小段距离 DL1 事实上就等于DL 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呢 我们知道H1呢 等于E Z方向呢 因为它本来就是沿着Z走 往上再动一点点 那这一段的长度呢 因为在这个方向上面 Z还是沿着Z方向 所以基本上没有变动 所以H3呢 也等于E 导致在Five上面 你Five动一个角度 动一个角度之后 这个弧线的长呢 就类似于这样 这个弧线的长 就要半径 乘上角度差 就要半径 这个时候半径是什么 Row 乘上角度差 DFive 也就是说 DFive呢 会等于怎么样 也不是DFive 这一段的DFive 一定是什么 半径长 Row乘上DFive 所以H2呢 会等于Row 对不对 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我们抵A 一个向量呢 就可以写成什么东西 抵Row Row 再加上Row 抵Five 再加上 隔壁要给 那个 我写在下面 抵Z Z 对不对 那最后V呢 就等于 长层宽层高嘛 对不对 Row方向的长 就是抵Row Five方向的长度 就是Row 抵Five Z方向的长度 是抵Z 整理完之后 会变成Row 抵Row 抵Five 抵Z 解决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 一件事情 好 再来一个 我们的球坐标 OK 我们呢 这样子来看待 一个地方的 这个点 这个点呢 我们怎么来描述它 第一件事情 它距离圆形点 这个叫做R 所以呢 我们要是 沿着R方向 变动一点呢 它的方向 就是跟着R一样而已 对不对 另外一件事情呢 假设我把它垂直下来 投影下来 OK 等一下 我先把这个关掉一下 好 那么 这个时候呢 我们除了R 可以描述它之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呢 就是我们的Fida 我们来定义一个叫Fida 这个叫做Fida 也就是说 它会这样子画下来 所以呢 你从这边画呢 好像这个地方会有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曲线 对不对 你就把球从那边破开来 所以这样扫下来呢 这个是DFida 所以呢 你会沿着Fida的方向 画下来 这边有一个DFida的方向 一点点的变动 所以很明显就看得到 这个Fida 假设在这边有一点点 长度 比如说从零度 扫扫扫扫扫扫 扫到这边来 它就有个弧线长 这个弧线长怎么算 简单啊 半径 乘上角度的变化 对不对 就是了嘛 好 除此之外呢 这个地方是我们定义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Fy 所以明显这边呢 会有一个Fy 也就是说假设我从这边绕过去 绕到这边 绕到这边 好像另外一条弧线下来 也就是说我们会沿着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相对于它 这边就叫Fy 那这边就变动一点点小Fy 所以这个弧线的长度 一定是半径乘上角度嘛 这个时候半径等于什么 这个时候半径是指 这个点呢 在XY平面上面的这条线 这个才叫做半径 这半径刚好是这个半径 乘上Sine Theta 因为这边是要垂直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很快你就知道 假设我将Q1定义为R Q2定义为Theta Q3定义为Fy 那我们就知道R上面呢 变动一点点 那还是R 所以这个这样的长度 就是抵R 所以H1呢 等于1 那Theta呢 这边你少一点点 少一点点的时候 你发现你少出来 不是一条直线 是一条弧线 所以这条弧线的长度 一定是怎么样 Defeta 再乘上 长度差 所以一定是R 再乘上Defeta 所以H2呢 就等于R 第三个 Fy角变动一点 一定是这个半径 这个特殊的半径 乘上Defi 所以这个半径 所以这个半径刚才是R Sine Theta 对不对 非常简单 所以呢 我们一个向量呢 一定是等于什么 DR R 再加上R 抱歉 没有错 R Defeta 再加上R Sine Theta Defi 对 这边要Theta 这边要Fy 对不对 那体积呢 体积就三个相乘 第一个 DR的长度 长 乘宽 Theta 就是R Defeta R Defeta Fy 这边的长度 这个长度就是 这个半径 乘上Fy的角度变化 R Sine Theta Defi 所以你就得到R 平方Sine Theta DR Defeta Defi 对不对 解决 我们将几个重要的 对应关系 通通把它弄 弄出来 所以上次呢 我们又讲了 我们就开始来讲了 好 那在这种状态下面的时候呢 我们的第一个 Gradient 要等于什么东西 Gradient 要等于什么东西 对不对 Gradient呢 它作用了呢 是在一个什么样东西 是在一个存量的函数上面 它一定是个函数 要是常数 你微分管理 怎么样弄都是零 对不对 它是个函数 所以呢 在XYZ上面呢 它就会变得很简单 它就是怎么样 它的概念就是说 我沿着Q1的方向 我沿着Q2的方向 我沿着Q3的方向 去看它的斜率 斜率是什么意思 斜率就是高 除以横坐标的一段距离 对不对 只是我们现在讲了横坐标 就看看你是哪个系统的 哪一个坐标 OK 所以呢 一定是什么样 函数的本身 对 沿着Q1坐标 走一段距离的 的微分 或者是F 对着第二个坐标 走一段距离的微分 或者是F 对第三个坐标 走一段的微分 那你知道 DL1就等H1 DQ1 所以呢 这个很容易啊 马上就可以进化成H1 Pas Q1 对不对 好 有了这个Genal之后呢 我们下面三个状况 通通都可以写下来 好 那我们三个状况呢 第一个 对XYZ而言呢 H1 H2 H3 通通都等于1 所以呢 它会等于什么样 Partial F Partial X Partial F Partial Y Partial F Partial Z XYZ 坐标 再来一个呢 对柱坐标而言 只有φ上面 H2不等于1而已 所以是Partial F Partial Rho Rho分之一 Partial F Partial Phi Phi Partial F Partial Z Z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上面 这个是直角坐标 这个是圆柱坐标 OK 我们用画图的方式比较快 那这个呢 一样啊 很简单啊 它H2是等于R H3等于Rsin Theta 所以它会等于 Partial F Partial R 加上 R分之一 Partial F Partial Theta 再加上 R Sine Theta分之一 的Partial F Partial Phi 的Phi 这是我们圆球坐标 我们就将这个gradient呢 把它算出来了 来 看起来很简单嘛 对不对 好 那你们会运用这个 会四处都在运用 我刚刚进来 已经看到你们上面 已经开始在算一些东西了 对不对 那很快你后面 就会用很多 尤其你们第三章啊 就会开始进入一个 叫做拼微分方程 好 所以我们的Ordinary 微分方程 速度要加快一点 你们才听得懂 你们在干嘛 好 然后我们不只是这样子 我们上次还多算了一个 怎么样 Divergence 散度 也就是我们将这个dell呢 对这个向量呢 当作做个dot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 它相当于是计算一个什么样 单位体积往外流出去的量 相当于这个意思 散度就是散掉的感觉嘛 散掉你不是假设一个东西呢 往外 比如说一个水 这样冲出去 然后越来越扩大 或者一个电子树打出去 电子树打出去不会平行嘛 因为电子是带负电 对不对 它就越来越越扩散 请问一下 散掉的 有多快呢 就好像一座山 到底是多抖呢 那就要看看它的抖度 梯度了 对不对 那散掉的成果就是类似于怎么样 往外流过去的通量 OK 这样计算完之后 我们上次就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式子 对不对 我们得到什么 我把它写在这边 这好像不够长 来来来 往左边一点点 OK 好 汤位等于什么 H1乘上H2乘H3 里面呢 是partial partial Q1 第一个是这样子 B1 H2 H3 这样子好了 我不要这样子写 这样子写太长了 我三项怎么写得完 我把它写成三面形好了 I等于1到3 这看起来比较简单 对不对 好 你不要看到这个就又吓死了 只是三项而已 OK 那你看看 反正是向量嘛 跟这个 这个行为好像向量 所以倒得起来一定是存量 所以这边一定是存量 OK 它会等于怎么样 partial partial QI QI里面呢 第一个是B 你这边要是I 它就是I OK 然后后面是什么 H J H K 但是这样看不出来 什么叫J 什么叫K 我没有定义J跟K 那I J K要吻合右手定则 I 是1 那就2 跟3 I 是2 那就是3 跟2 反正1 2 3 循环 I 是3 那就是1 跟2 简单的 你就是这样子写 I J K OK 等于1 2 3 的坐标 所以当I 是1的时候 后面的J 就代表是2 K 就代表是3 但是呢 I要是2的时候呢 你就把这整个 转一下 转过来 2就转来这边 你看1 2 3 是不是 右手边旋转 所以当我把2 转来这边的时候 那这个一定是1 因为1 2 3 还是要循环 所以呢 当I是2的时候呢 J就变3 K就变1 OK 你就用这样子的 循环下去 就把它解决了 所以这样一来呢 一计算 那就很简单了 第一个 对一个直角坐标系统呢 H1 H2 H3 通通等于1 所以就等于1了 那后面1乘1 那就 那就相当于 不要看它的嘛 那只有最简单的 这样子的计算 所以它等于什么 partialBX partialX partialBY partialY partialBZ partialZ 就是这样子 还有呢 这个是XYZ坐标 对不对 直角坐标系统 柱坐标系统呢 前面大家都一样 这三个相乘 就是肉分之一 那第一项呢 假设是肉 后面就是phi跟Z 它只有2的这个 是肉 对不对 phi的2的这个是肉 所以呢 这是什么 B肉 这是Bphi Hphi 就是H2 它是肉 对不对 然后这个又是1 所以呢 你会前面会得到一个 怎么样 肉分之一 然后第一项 后面呢 是partial partialRow 第一个是肉 B Row 这个不变 后面这个是肉 乘上来 再加上第二项 partial partial5 它是Bphi 这个永远不变 Bphi后面之后 就是3跟1 3跟1都是1 所以看不到 就变成这样子 再加上partial partialZ Z是什么东西 Z是H3 Z是3 所以是1跟2 这个又是跑出2 出来了 所以是BZ 乘上肉 对不对 这个就是著作标的 假设你仔细看的话 这个只对Z微分 肉对它而言是常数 所以这个肉 一定跟前面这个肉 消掉 一定会有这样子的结果 对不对 反正这个式子 我就先不简化了 先微生这样子 好那求作标的 怎么办 这个长度不太够 我就写在这边好了 好不好 写在这边 H1 H2 H3 它复杂多了 它是R平方sin 所以你会得到个R平方sin 然后里面就第一个partial partialR partialR的时候 它是BR H2 H3 R R sin 就在乘上R平方 H3 再加上partial partial phi B5 B5 B5的时候是指第二 B Fita 抱歉 第二项是Fita OK Fita 所以Fita的话 那后面就是三根E 就是R Sign Fita 再加上 Pars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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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 这边一定是B5 里面是什么东西 它是三嘛 一跟二 就是R 所以你又可以更进一步把它简化 总之 管它是什么 三个作标系统 通通都可以解得出来 OK 这个是柱作标的 这个是球作标 OK 今天呢 要跟各位介绍 第三个 第三个称之为怎么样 旋度 旋转的旋 是不是 旋度 就像一个东西在旋转 好像洗衣机里的东西在旋转 到底转的厉害不厉害 旋度大还是小 对不对 好像个龙卷风 上面是大大的 然后下面很窄 那你告诉我哪边转的比较快 上面快呢 还是下面快 对不对 你就用旋度去描述它 那你怎么去描述它呢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的做法 就要这样子来看待它 好 我们在这个空间当中啊 先把 假设这边是圆点 OK 我们将它的这个坐标啊 大致上先这样 假设这是Q1 这是Q2 这是Q3 OK 你不喜欢化成直的 也没有关系 随你变 OK 我现在呢 这样子化直是要告诉你 有个空间而已 然后这上面呢 我们有几段路啊 是它在旋转的 假设呢 现在它旋转的呢 是在 Q2跟Q3的这个面上面 OK Q2跟Q3的这个面上面 我们常常要描述个面 我们怎么描述它 我们都用右手定则 对不对 假设这个面贴在这边 它外围是这样子跑 这样画一个 这个面就朝向这边了 假设它是逆向跑 顺时钟跑 这个面的方向就朝下 也就是方向 刚好跟面垂直 所以呢 假设我们讲 有个面是沿着Q1的方向 那它一定在 Q2跟Q3的平面上面 对不对 我们现在就先看这件事情 OK 所以先看这件事情的话 就是我们先看 Curve B 只看一个分量 在第一个方向上面的分量 OK 好 那我们就在这边 画出一个路径出来 OK 你一看起来 它就好像逆时钟旋转 对不对 那这样子画起来 根据右手定则 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OK 所以说起来 自然界也真的很好玩 我们都用右手定则 我们有没有用过左手定则 很少嘛 对不对 除非镜像的里面 在镜子的里面 那为什么自然界都右手 而不是左手 那为什么不是两个都有呢 OK 到目前为止没有人了解 为什么 OK 我们真的是不了解 那就好像说 我们说宇宙大爆炸之后呢 从很高的能量产生物质 那应该有正物质跟反物质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你的女朋友不是反物质呢 你说轻轻看 两个人会不会湮灭消失 对不对 变成一团火花 你看爱情多么盛大 你看看 多么令人激赏 你当然不会乱事了 但是你也知道 大家都是物质 那为什么物质比反物质多 为什么 不知道 OK 我们读科学的人发觉 我们知道的东西可真是少 可真是少 所以这个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好 聊聊天下 没关系 好 我要是把这个丢掉 它会怎么样 掉下去 对不对 OK 我再丢一次 它又会怎么样 掉下去 为什么 因为有有什么 有引力 谁发现了 牛顿 对不对 好 所以他没有被被打死 对不对 所以他想到这件事情 但是问题是 他提出的万有引力 定律还是定理 定律 对不对 你们有写过定律 对不对 还有什么 定理 定律有没有在证明的 有没有在证明 没有 这个有没有在证明 有 这个是由这个来证明 但他说是万有引力定律 所以呢 你要是学到了普步之后 很简单 两个有质量东西会相吸 所以理论上 我们要在太空里面 我们整班也不会散掉 因为我们都有质量 会吸成一一一坨肉球 对不对 除非你去推别人 对不对 OK 但是我们要问一件事情 为什么有质量就会相吸 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有质量就会相吸 现在说 因为我有质量 我旁边空间就扭曲 所以就好像掉进来一样 那我也可以问 那谁规定有质量 旁边空间就会扭曲 有没有人告诉你为什么 没有 好 那什么叫做质量 有没有人告诉你 什么叫质量 但是你接受起来 一点困难都没 对不对 所以常常有很多同学 他会说 我要是不理解 我就是不能接受 你理解了什么叫质量吗 你接受它有困难吗 没有啊 你会不会说 我今天吃不下这个便当 因为我不晓它怎么种 我不晓它用什么肥料 所以我吃不下去 对不对 最后饿死而已 我不敢呼吸 因为我不晓得这里面 有没有人放出特别的气体 OK 它的成分是什么 那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有好多好多东西不了解 好 你看欧洲花的 本来好久以前 在我当学生的时候呢 美国本来就要去做一个 大型的碰撞器 那个时候预估啊 大概只要300亿美金就可以做 起码可以解决一件事情 什么叫做质量 从哪边来的 对不对 最后那个雷根拿去打心脏 做心脏武器 所以就没有做 一直到 之前16个国家 大家出钱 才在欧洲盖个碰撞机 第一件事情要解决 就是什么叫做质量 你说这么简单的问题 还要花300多亿美金 开玩笑 你知道那可以买多少泡面吗 就这样浪费掉 真是可惜啊 对不对 但是呢 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啊 我们很多东西不了解 你们在普通物理算的时候啊 都有用到一个 你记不记得 牛顿力学 一块形列出来 结果发觉 你位置数超过一块形了 你不能解 这个时候需要什么东西 引进来 第一个就是动量守恨 动量守恨是在一个独立系统里面 对不对 才有动量守恨 对不对 然后最后 然后你还会用另外一个 叫做什么 能量守恨 对不对 谁规定能量一定要守恨 他有没有证明给你看能量守恨 有没有 不然你怎么相信他 没有人能够证明能量守恨 所以讲起来一大堆啊 我们物理里面太多东西 我们搞不清楚了 OK 但是我们接受起来一点困难都没 因为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大家要注意一下 很多东西其实我们不了解 我们了解只有一点点 这一点点呢叫做现象 这个现象的本身呢 可能有很多含义 我们都还不了解 OK 慢慢来 所以呢 读物理很好玩 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懂很多东西 但事实上我们又不太懂 OK 不信你们现在去修普化 普化被当掉了 有没有 应该一堆人嘛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你去修普化的时候啊 你们现在还没有修近代物理 对不对 OK 下学期会修近代物理 修完近代物理 你再去修普化一下看看 你说他讲了老半天 全部都在讲近代物理 有差别吗 你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 几乎一模一样 只是讲法不一样而已 你说这个实在是有个骗人 挂羊头卖狗肉 但问题是你修完近物之后 你才发现普化都在讲近物 但是普化也会讲到很多东西 复杂到啊 你根本就解不出来的 解不出来就靠经验 对不对 有的活性强 有的活性弱 你说可不可以解解看 可以啦 对不对 但是你没有那个直觉啊 他们的活性就可以带给你直觉 你就学起来就很快啊 所以以前呢 刚开始学普化的时候 痛苦的妖命啊 有的时候未必是普化痛苦 只是你很不爽这个老师而已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就不想去上课啊 不想干嘛了 OK 那最后面自己刷掉 但事实上它很简单啊 它只是近代物理而已啊 OK 所以呢 你们要是没有 要要重修普化的人 今年没修了 明年一定要修 因为你们修完近代物理 在过去上的时候 你发觉 实在是没什么好上 这种东西还要它上 你自己看速度还比较快了 对不对 唯一困难点就是要背英文而已 这么多英文单字 周期表英文背起来的没有 只会背清理那假如设法 开始用英文背 清是什么 H 脸都歪了 我跟你讲 我到美国第一件事情 我就是背周期表 我发觉啊 你讲H 没有人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啊 你要讲HIGH球群 他们才知道 所以我到美国第一件事情 就是背周期表 花了我两个礼拜时间 OK 能背的要统统把它背起来 好来 我们把这个路径呢 这个叫做A 这个叫做B 这个叫做C 这个叫做D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啊 我也先告诉你 我先不证明 反正电磁学会教你们 它呢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我把这个B呢 对着 路径啊 积分 其实我路径本身是个向量 在这边 然后呢 我要除以 它的面积 然后再把面积啊 趋进一道里 这个就叫做我的旋渡 为什么呢 反正你们电磁学会教 好 好 那在的 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我们怎么来做 那当然很简单啊 这面积还用算吗 面积就长成宽嘛 对不对 你要知道这一段 知道这一段 乘起来就是了 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那么这两个相乘呢 就比较复杂一点 为什么呢 乘起来好像很简单 已经是各个分量相乘之后 相加嘛 对不对 但问题是你要知道这个分量 在这个位置上面的行为 所以相当于说 我们B啊 假设是在中间 假设是在 B在什么地方 我看看 OK B要是 就在这边 B怎么画 随便啊 B就是这样子 假设我这样子画下 OK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要怎么做 路径 B.DL 这个要先解决嘛 最后再把它 加起来就死了 对不对 好 第一个 A路径 A路径我们怎么来做这个 当然你要知道 B 沿着 你看它这个是A嘛 对不对 A的话 它是 也就是说 A呢 它 我会画这样子 就代表说 这条路径 其实是沿着Q2的方向下来 Q2的坐标 可能是 这个样子 Q2的坐标 那这个是C3的坐标 这个是Q3的坐标 所以这是 B呢 在3上面的分量 对不对 所以它应该是B3 在乘上 这一段距离 这段距离不就是L3吗 H3 乘上DQ3 但问题是我刚刚画的B是朝这样子 对不对 这样子的分量 应该也还好吧 对 它是朝正Q3的方向射 它的分量朝正Q3方向射进去 但是我的路径却是逆向进来的 所以刚好插一个负号 来 这个没有问题吧 好 那我们再算B B就比较简单 因为它只是回去 也是沿着Q3 但问题是 现在的B3啊 是在原点的这个位置 你要把它移到这个地方的位置来 要把它移过来 这是不是像我们上一次讲的一样 我要移过去 是不是我的B3 要加上它位移这段的变量 对不对 位移这段的变量 那我B3是怎么变的 B3 出于位移的一段变量 现在位移是沿着谁位移 Q2在改变 抱歉 没有没有没有 这边是Q2 在层上 底Q2嘛 对不对 这就很简单 我们上次讲的啊 记不记得 我们上次说 假设有条曲线是这样子 X Y 假设你原来的位置在这边 X3好了 这个叫做Y3 OK 然后呢 你沿着这一段啊 比如说X3呢 跑到这边来 这当中这一段呢 叫做DX 好了 那你跑过来的话 这个是不是X3 再加上DX 那请问一下这个高度会是什么 这还不简单 高度就是那一段再加上这一段嘛 是不是Y就要等于Y3 再加上这一段 这一段是什么 假设这个很小很小 是不是这个斜率 乘上位移量就对了 斜率 乘上位移量 DX 那斜率是什么 斜率就是这个 Equation本身的微分啊 对谁微分 当然是对X微分啊 不然还有什么好玩的 所以现在我们讨论的是B3这个量 它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要位移到这个地方过来 那一定是本身的量 再加上变化量 变化量就是B3沿着Q2上面的变化 这就是斜率 再乘上Q2上的变化量 你就得到它偷偷的变化量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H3呢 也要H3指的是这个地方的H3 到这边也要有同样的变化 那一样化乎了 All right 最后乘上DQ3 就好了嘛 要不要加负号 不用了 因为这段路径 我刚刚定义的方式是朝上 是朝Q3 那我要是B这样子的话 它沿着3上面的分量呢 就是朝正的方向 所以就是正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 好 C C是什么 是沿着Q2在变的 所以B在Q2上的分量就叫B2 它刚好又是朝正向走 所以根本就是正了 那当然是H2 DQ2 对不对 D呢 D又来一次了 我们B2是指这个地方 现在你要计算上面的这边的B2 是不是它要沿着Q3的方向 位移一段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是B2 原来的地方 再加上改变量 改变量就是斜率 就是B2 现在斜率是 你沿着哪边跑了 哪个方向的斜率呢 3有很多个方向啊 往哪个方向斜率 往着Q3方向的斜率 在抵Q3 对不对 但问题是 我们的B2呢 B呢在Q2方向的 投影量是指向正向 这个却逆向 所以一定要加个负号 那同样 H2呢 也是同样的 要把它变过去啊 Q3 DQ3 最后 乘上DQ2 啊 这样子呢 我们把三个做完了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是否 就可以把这个做出来 第一个分量 把它加起来 加起来的结果 整理完了 我整理快一点 好不好 把该削的 通通削掉 之后会变成这样 OK 你要是不信息 你就把三个通通加起来 OK 加起来之后 你就可以得得到 你要得到的东西了 OK 好 那这个一看呢 这个很好玩 你看看 这个是三 然后对着二微分 减掉 二 对着三微分 这一看啊 就知道 这一定是什么 跟向量 Cross的状态一模一样 对不对 你记不记得 要是 要是有个向量 A Cross B 的 X 上面会是什么 会是什么 我们的技巧是说 写AX AY AZ AX BX BY BZ BX 这个 矩阵算出来 就是X上面 这个矩阵算出来 就是Y上面 这个矩阵算出来 就是Z上面 所以呢 X上面的分量 会是 AY乘上AZ 称上BZ 减掉 AZ 称上BY 是不是 刚刚这两个颠倒啊 所以假设A是微分 减掉 这个也是微分 诶 这个跟这个是不是长得很像 这边Y叫做2 Partial Partial Q2 BZ叫做B3 减掉 Z呢 叫做Q3 BY叫做B2 你告诉我 这个跟上面长起来 是不是一模一样 只是 它后面还会乘上H 假设我把B再乘上一个 叫做H的东西 那是不是HZ HY 好像这样子呢 那是不是就出来了 所以呢 这个马上就告诉我们 其实他完全遵守一般的相量的方式 最后就把它扇出来 这个就是旋渡 在一般坐标系统里面的表示式 好啦 你一旦有了这个之后 XYZ坐标系统表示式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弄出来了 对不对 好 那就变得很简单了 XYZ呢 我们又回到这边来了 OK 这边的数据又可以用了 我们这边有 XYZ坐标 有助坐标 有球坐标 它把它对应系统都告诉你了 所以那就很简单 H1 H2 H3在XYZ坐标呢 分别通通等于1 所以相乘起来就是1 1分之1就是1了 所以就等于没有了 所以这边会等于X Y Z 这第一个 因为H1 H2 H3等于1嘛 Q1就是X Q2就是Y Q3就是Z 所以下面会有Partial Partial X Partial Partial Y Partial Partial Z 那下面就等于X 那BX BY BZ 好啦 算出来啊 这个就是我们这脚坐标系统的旋渡 这个跟大家所学过的一模一样 对不对 只是符号稍微变一下 好 那么在助坐标的时候怎么办呢 助坐标 H2是跟你什么 对照一下 是不是Row 镜头 转动观量等于多少 M 乘上A平方 很明显 我这么多质量分布在R比较小的地方 所以我真正的转动观量 一定要比刚刚那个假设来的小 二分之一 是小 答案是不是就算出来了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嘛 所以你发觉 讲到这些啊 简单到 几乎是直觉的反应动作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很简单的讲到这边 我们 下一堂课我们就开始 我们来上课 OK 好 快 H3是E 所以没有啦 B3就是BZ 解决了 这个就是助坐标的 旋度表示式 那求坐标呢 一样画葫芦 求坐标会等于什么 H1 H2 H3 就等于R 平方 sine theta 对不对 H1等于1 H2等于R H3等于R sine theta 里面呢 H1是等于1 所以partial partial R R 这是R 单位想量 H2呢 等于R 然后这个是 pheta H3等于R sine theta 5 第一个是partial partialR partial partial theta partial partial5 那这个会是什么 H1 是等于1 这个是BR H2 是等于R B5 H3 是等于什么 R R sine theta B 抱歉 抱歉 这是 theta 这个才是fi 这个是求坐标的 解决了 有没有问题 好 最后一个呢 我们就不用算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从这边一样画户路啊 迭代就把它带出来了 好 最后一个呢 是这样子的 我们称之为 Laplace F 它指的意思是 你先对F 做个gradient 然后呢 再对它做一个divergence 这个叫Laplace OK 现在Laplace对你们还不重要 因为很快它就会变得很重要 再下去它就变得比你的梦魇 OK 以后听到Laplace就全身发抖 OK 所以呢 你必须要了解它的形式是什么 所以这个很简单 它就是这个嘛 然后呢 再把这个当作B 所以这个是B1 这是B2 这是B3 或是F1 F2 F3 然后再把它丢来这边 你就可以整个把它算完了 所以呢 这个只是个迭代而已啊 我们将迭代之后的结果写在这边 因为我有整个黑板 所以我就可以全部把它写完 好 看起来有够长了 反正你们很快就会适应 以后你们在计算过程当中写方程式 每个方程式都蛮长的 最后答案写出来之后好几行 甚至于一整页都是答案 所以这个很有可能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记住 你在操作过程当中有没有操作 符号有没有用错 比如说这个肉写得很难看的时候 还以为是α或者以为是2 这下子酸到最后已经搞不清楚它是什么东西了 所以大家要很注意 这个看起来也很好 好记啊 各位你看看 H1 H2 H3分之1事实上就是这个 里面呢 第一个对Q1微分 第二个也是对Q2微分 第三个对Q3微分 微分的里面是什么呢 假设是对Q1的 里面的F就是对Q1微分 而且前面的系数向下面一定是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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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两个把它丢在上面 H2 H3 所以第二项微分的时候 里面F也是对Q2微分 分母也是H2 那另外两个呢 就H1 H3把它丢在上面 第三项对Q3微分 所以F就是对Q3微分 前面的系数分母就是H3 把其他两个H1 H2丢在上面 这个就是它的结果了 然后我们将三个系统的写出来 第一个最简单的 OK这个是直角坐标系统 这没有什么需要记的 第二个呢 这是注坐标系统 我们发觉前面啊 它是肉分之一 因为H1 H2 H3啊 它只有H2是肉 所以当然是肉分之一啊 里面第一个先对肉微分 所以F一定是对肉 对不对 然后这边算起来呢 只有H2是肉 所以肉就当然就放在这边 后面呢 这边是对Fy微分 这边也是对Fy微分 前面是什么东西 前面只有H2是肉啊 肉跟Fy又没关系 对不对 所以对我Fy微分的时候 偏微分的时候 相当于没看到Fy Fy可以 那个肉 肉可以提出来 提出来就跟前面的肉相成 就变成肉平方分之一 后面这个呢 Z Z 这里面呢 只有H2是肉 所以呢 你对Z偏微分的时候 没有看到肉 肉可以当常数提出来 所以你得到的是F 对Z的两次方微分 提出来的肉 跟前面的肉分之一相除 互相抵消掉之后 就变成这样 好 最后一个 球坐标系统 这是球坐标系的 好注意一下 第一项看起来很像 这边是肉 这边变成R而已 只是肉分之一变成R平方分之一 肉变成R平方 你算算看 它就是这样子 这个地方比较复杂 注意哦 这两项下面都有R跟Sin 这是R平方乘上Sin 这是R平方乘上Sin 后面呢 是对Fy的两次方微分 里面是对Fy的一次 Th一次方微分 再微分一次 中间要乘上一个S 比较复杂一点 OK 这三个 好 这样子一来呢 各位对这整个东西呢 就会开始有一点了解了 OK 开始有一点了解 那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要更进一步了 来跟大家讲几件事情 我们平常在计算一些东西的时候 不管是普务 理论力学 微积分 都牵涉到很多积分 其实很多东西在积分上面 几乎都被它打败了 OK 也就是积分呢 你很难抓到 怎么样去积它 所以今天呢 我想用一点点时间呢 举几个例子 来让大家了解 我们怎么运作这个积分 OK 虽然说这个是微积分的初阶嘛 但是呢 我们稍微复习一下 免得我们待会下去的时候 我们下一堂课 礼拜三开始就正式讲ODE了 那各位可能会有一点点障碍 OK 我问一下 一点之后 还有课吗 两点之后还有课吗 什么课 啊 军训 哦 军训 哦 军训 OK OK 所以我们可以上到两点十分 军训在哪边上 在哪边上 体育馆啊 为什么在体育馆 就是让你们玩的嘛 是不是 还是干嘛 要 要 OK 好 所以呢 我从这边开始 好不好 我将这个擦掉 我想大家都操好了 将这个擦掉 因为时间有限 我只举 现在脑袋里面跑出两个 简单的题目 我们就只做两个就好 OK 好 我们做个最简单的 我们来计算 它的 转动 惯量 我们说转动惯量啊 是点质量乘上 它到转轴距离的平方 这是转动惯量 对不对 好 请问一下 我们有一根柱子 质量是M 长度是L 它绕着这个转轴 在这边旋转 请问一下 转动光量得给多少 很简单嘛 对不对 好 又做那个之前呢 我们先在这边 做个很简单的equation 写出来 大家就了解了 我们把一个东西 F 假设F 对它积分 是什么意思 从A积到B XA积到XB 是什么意思 指的是说 我们有个函数 F 然后呢 我们从A的地方 要积到XB的地方 我们怎么积它 它的算法就很简单 简而言之 它就是在算面积的意思 就对了 面积怎么算 假设你要算这个面积 你怎么算 最简单的 就把它切成一块一块一块 很好算 然后把它夹起来 八九不离死嘛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 我们的做法就是怎么样 好 就把它切了 我跟你讲 物理的人呢 最喜欢拆东西 比如说我就把它切成这几块 你看看 多好看啊 对不对 每一块呢 都有个 很小很小的 宽度 然后这个高度呢 就看看它的位置嘛 每个位置的高度不一样 但是有个很小的宽度 所以呢 相当你将F XI 在这个某一个位置上面呢 I 乘上 这个时候宽度 反正我就是切一样 然后呢 我给它写过去一点 然后我把它加起来 你切几块就加几块 但是这样做呢 你要切很大块 那误差度很大 切很小块 误差度比较小 切到无穷小的时候呢 误差度你感受不到啦 那就代表相同了 切得无穷小是什么意思 是谁无穷小 高无穷小 还是宽无穷小 宽无穷小 所以我们就Limit ΔX 趋近一点 这个就是积分 你说这个还用我讲吗 这个N年前就知道的东西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现在开始来算这个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要用到这个概念 这个指的是个单指点 有一个指点 在这边绕 它的转动光量是MR平方 但是这个指点却是连续的 那很抱歉 我不晓得怎么算 就跟那个面积 我不晓得怎么算一样 反正不晓得怎么算 就把它给拆了 对不对 这一七不小时怎么回事 就把它怎么样 拆了 怎么装回去再讲 OK 了不起被当掉而已嘛 对不对 OK 那我们的做法就是很简单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切下来 一块一块算 然后最后通通加起来 就是它的转动光量 可以吧 比如说我把这一块 切下来 我假设呢 这边叫做X 那这段的宽度 就是DX 那就是DeltaX 对不对 那它距离轴心的距离呢 假设DeltaX很小 你说到底是左边距离轴心的距离 还是右边距离轴心的距离 反正又分不出来 我把这个叫做X 那我可不可以 就把它当做怎么样 这块的质量是多少 很小的质量 很小块嘛 所以我只要把很小块的质量 乘上距离的平方 那我不是N块吗 假设大家都切一样 然后把它夹起来 最后让质量趋近无穷小 这个是不是就是积分啊 这样是不是就是I 偷偷的I 对不对 那马上它就变成什么样 不就变成这样子啊 对不对 这个不是大家很熟吗 我只是把它切了而已啊 记住我们什么都把它切了 只要不把老师给切了就好了 让我维持整块的 但是问题是 现在开始了 这个是DM 这是X平方 我能不能说 这两个不一样 X平方提出来 对DM直接积分 不行 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假设这个质量是均匀分布了 它有个叫做线密度 你可以规定这个叫线密度 因为它密度不变嘛 密度是常数 不是常数就麻烦了 对不对 它是等于质量 除以总长度 那这块的质量是什么 是不是等于线密度 乘上长度嘛 对不对 那是不是就跟这个DX扯上关系了 那这边是不是有Lambda 我直接写下来 很棒吧 对不对 但紧接着你怎么切 这还用讲吗 这还要说我怎么切 我那一块一块切了 我是从很靠近零的地方开始切 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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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到这边 就不能再切了嘛 再切过去也没东西让你切了 所以你x的变化 当从这边切的时候 告诉我它距离轴心多远 0嘛 切切切切切切切 切到了这一段的时候 它距离轴心多远 L嘛 所以积分是0到L 会不会算 答案马上就算出来了 对不对 λ 三分之一 x三次方 0L m除以L λ等m除以L 三分之一 L的三次方 变成三分之一的 mL平方 对不对 一下就算出来了 算出来不要太高兴 你怎么算一定有答案了 对不对 机器打开来就一定有读数嘛 你怎么知道你读的对呢 我们看看对不对 假设所有的质量都集中在这边 好像有个距离是L的 大M在这边 那一定是M乘上L平方 就是它的转动关量 但是因为质量分布在里面 有的转动关量没那么大 整个加起来 一定要比一个质量集中在这边 还要小 你不要算出来比它大 那你很伟大 对不对 就一看 果真 比它小 因为是三分之一 答案对不对 比较有自信一点 对不对 这样子就可以了 很简单吧 对不对 好 我们再算另外一个 我们先算转动关量 好 然后呢 下次有机会 我们来算 算电位 OK 好 一个一个把它解决掉 好 这个大家都会了嘛 对不对 好 现在呢 做个很简单 我们做个平 那个片状 OK 片状就要牵涉到面积一分 好 我们现在呢 反正不用这些了 擦掉 好 我们有一片东西 做简单一点 它绕着这个旋转 这一片的质量是大M 半径呢 请问一下 转动关量等于多少 说这还不简单 一个小指点 的转动关量 I等于MR平方 这个指点是连续的 我怎么办 我就把它切成很多个小块 每一个算完之后 把它加起来 不就是它的答案了吗 对不对 现在你怎么切 这一看啊 它是圆的 我就用极座标方式来切 对不对 你记不记得极座标是什么 R跟θ R是什么 沿着半径 θ呢 旋转的 那就很简单嘛 沿着半径 我选一个半径 然后切一圈 选一个半径 然后切一圈 再选一个半径 再切一圈 假设 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干嘛切那么大圈 我可以切一 从一个角度 切到另外一个角度啊 那我是不是就跑出一块出来 假设这块很小 很小 很小 这块不就是我的目标了吗 对不对 好 那这块呢 它有个小质量 这块呢 距离轴心的距离 因为它很小嘛 你不要告诉我说 这边距离它的距离 还是这边距离它的距离 我跟你讲都一样了 因为这个太小了 小到跟这个距离比起来 几乎等于零 所以呢 我把这边叫做R 那它的距离是不是R 所以呢 根据我这边呢 我的做法就是ΔM 乘上R的平方 然后把每一块 通通加起来 你有很多块嘛 对不对 每一块给它的编号 叫做I好了 我就把它加起来 然后最后面呢 我让怎么样 质量趋近于无穷小 就好了 看起来很简单 对不对 但事实上呢 好像还没有那么简单 为什么 我们这边有一个经验 我们要把这个质量 跟这个位置扯上一点关系 这样子呢 我们放到积分里面 才有办法运作 那怎么把它扯上关系呢 这边扯上关系的技巧是说 假设质量均匀分布 我就有个线密度 我从密度找手 对不对 我这个质量呢 我就把它当做一个 密度乘上长度 那在面里面 是不是密度乘上面积 好 所以DM呢 我就可以写成怎么样 密度 这边密度呢 写成Sigma 乘上个小面积 好 密度是什么 质量除以总面积 面积就是πR πA平方 因为总半径是A 那面积是什么 面积是长层宽嘛 对不对 小学三年级之前就知道了 长是这一段 假设这边是R 那这一段是什么 DR 假设这个地方是C的 告诉我这一段是什么 是不是半径 R乘上D C的 对不对 那它就是R DC的 那面积不就这两个相乘吗 那B眼睛看都知道了 对不对 马上它就告诉我们 这个地方要复杂一点点 所以 Limit就要有两个了 ΔR 曲经引力 ΔC的R 曲经引力 对不对 但是不是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积分 其实是双重积分的 R 1 2 R平方再乘上R 就变成R的几次方 这边乘上一个Sigma 对不对 因为这边有Sigma 所以它要Sigma R平方乘上R R的三次方乘上Sigma DR DF What 非常直觉的 OK 连思考都不用思考 就可以写出这个式子 那现在剩下的是什么 Sigma是常数 所以可以把它提到前面去 假设不是常数就不行 好 那你怎么积 上下线是什么 我们刚刚怎么处理上下线 我们就是切嘛 对不对 那我可以切啊 比如说这一块我怎么切 我从非常靠近圆心点的 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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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外面来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所以非常靠近圆心的时候 距离是多少 0 切到最外围距离多少 A 哇 你们都太棒了 你们很厉害 所以考试分数可能都很高哦 会突破100分哦 然后再来一个呢 我们刚刚是这样子切嘛 但我们也可以沿着圆的 绕一圈回来 对不对 那最靠近X走这边开始切 角度是多少 0 绕一圈回来 到这 它的左边很旁边 靠近它的角度多少 2π OK 所以Sigma是常数提出来 里面呢 R平方的积分 R三次方的积分 只有DR有作用 DR你对谁积啊 分两次吧 对不对 所以Sigma是M除以πR平方 我先写出来 第一个 几分 四分之 R的四次方 四次方 然后带进来 上下线带进来 A的四次方 结果你发觉一件事 A跟P有关系吗 A是什么 半近了 半近会变吗 不会啊 常数整个提出来 这一提出来的时候 就变成A 这边是A平方 因为半近是A A平方跟A四次方杀掉 对不对 就变成M除以4π A平方 然后0到2π defeat 当然分解动作要做慢一点 对不对 那这边是不是等于M除以4πA平方 乘上2π 对 就等二分之一的MA平方 是不是算出来了 记住 没有问题 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把你要做的对象 把它切成很小块 记住哦 不管是电磁学 不管是理念力学 不管是什么的 我们都把它切成很小块 你只要知道它很小块 你就知道怎么做 剩下只是把它拼起来而已 拼的时候要很有耐心 OK 有些时候老是切很快 一个D什么的 所以total就是积分加起来 哇 这样看不懂 OK 但是你不要紧张 那一点都没有什么了不起 就是做这件事情而已 OK 所以这样子做起来 好像很好 然后最后一次做判断 假设所有的质量集中在 镜头 转动观量等于多少 M 乘上A平方 很明显 我这么多质量分布在 R比较小的地方 所以我真正的转动观量 一定要比刚刚那个假设 来的小 二分之一 是小 答案是不是就算出来了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嘛 所以你发觉 讲到这些啊 简单到 几乎是直觉的反应动作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很简单的讲到这边 我们